广西平祥市教爱编民护士点全面推广自助通关业务 实现编检工作由传统的人工操作到数据带跑的智慧编检的转变 自10月起出入教爱编民护士点的货车司机 都可以通过刷指纹、人脸识别的方式实现秒通关 10月15日记者在教爱编民护士点看到 准备前往越南装货的货车一辆接着一辆 有条不紊的前移出镜 不同以往的是通关的货车司机不再需要跑前跑后上下盖章 他们只需在通关前下车进行指纹核对和人脸识别 即可实现迅速通关 之前我们进出的话需要备案盖章进出的盖章 现在的话我们来的时候直接按指纹面部识别就可以进出了 现在的话比之前方便多了效率也比较快 以前的话我们这里是需要通过人工查验 然后加盖宴起章 然后再经过对备案车辆的核对才能出关 出去之后回来我们还要经过人工的对货物的进行抽检才能进来 全程大概需要5到10分钟 这个是不排队的情况下 现在的话就只需要经过车开过去 车排识别以后经过人像识别和指纹比对 前后最多不超过两分钟就可以通关了 不需要其他的手续 平祥市地处中国陆地边境最南端与越南伊士三线接壤 边境线长97公里是中越边境最大的口岸城市 也是中国通往东盟国家最便捷的陆路大通道 近年来平祥市坚持把发展户市贸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断创新举措加大资金投入 大力推进游爱教爱等边民护士点综合改造项目建设 不断完善口岸和边民护士点各类基础设施 促进了边境护士贸易发展